霍林县有许多国中校舍兴建 至今超过20年 为了改善北区国中老旧厕所 以及推广友善性别环境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一号到北区五所国中考察 立委部昆琪以及范云 共同向教育部次长林明玉 争取改善设置性别友善厕所 教育部也允诺协助 期盼能够提供学子更优良的成长环境 为改善华林县北区国中老旧厕所 及推广友善性别环境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一日特别安排至华林北区国中考察 针对华人 宜昌 国风 美轮及自长国中 检视厕所环境 也谢谢我们地方的那个议员 就是那个林泽市议员 一直希望说来教育部这边 能够有更多资源 然后驿助我们地方学校 那再来也是因为我们厕所 真的非常老旧 我们办公室有做过了解 那也还好在规划中 这次也有服务我们教育部的 性别友善的政策 那就是有规划性别友善厕所 那我想我们待会看了状况之后 那如果真的据说非常需求 那今天那个林郑次 林次长自己就亲自下来看 那我一定会全力在教育委会里面 为我们这个宜昌国中 争取到更多的厕所的资源 因为教育我觉得就是花莲的下一代 就是花莲的未来 也是我们台湾的未来 那厕所是基本的民生需求 厕所修得好 身体健康 那大家才能专心读书 这么庞大的一百多所学校 国中国小 全通通要有提供政府 在有些人资源里面来立足 而且花莲现在不是武器财政 武器财政 就是全国最穷的财政 所以我们今天谢谢教育委员会 也谢谢教育部 一起来关心 我想投入资源 挹注地方 可以大家可以减少参相差距 教育部政务次长林明玉表示 许多花莲学校在民国八十几年兴建 至今有超过二十年历史 当时建屋设计老 自有几法归位考量友善性别 尤其一沟市厕所需尽数改良 承诺将全力支持 无所国中老旧厕所改善 及设置友善性别厕所 期盼让花莲师生有更良善进步的成长环境 记得讲报应花莲师报导